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 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川普困境 川普之子遭审讯 显为金融诈欺 川普家族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因为川普的两个儿子 遭到纽约州总检察长 莱蒂西亚·詹姆斯 提起2.5亿美元诉讼 指控他们涉及欺诈 及夸大资产估值 也获得更加的贷款和保险条款 这些指控如果成立 不仅重击川普家族商业信誉 更可能引发深层法律后果 不过川普之子出庭讯时 言辞闪烁 坚称从未参与父亲财务的工作 试图将自己与不法行为保持距离 并把一切过错责任 全丢包给专业的会计师和财务管理员 然而作为家族企业高层 他们是否针对这些不当行为一无所知 那是令人质疑的 在这一次法庭的审理过程中 川普兄弟的说法似乎与检察官提起的 证据相互矛盾 尤其是川普组织告诉福布斯的 那些关于财产估值信息 其中包括川普大楼内公寓大小 把实际只有11000平方英尺的公寓 说成33000平方英尺 从而获得不当的利益 那是企图操纵数字 又使银行向他们提供有利贷款 也骗使保险公司提供更高的保额 却收取更低的保费 所以总检察长要求川普退还 通过欺诈所得大约2.5亿美元诈款 与税收优惠等利益 由于这起诉讼不仅仅是金额庞大 更触及了信任 透明度及法律责任的核心问题 更是揭开了这个 曾经是权力最高峰的家族商业运作的右翼页 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商业和政治界的 影响力 而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法律挑战日益严峻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这起案件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 企业内部运作和高层决策过程的窗口 而对于法律专业人士和商业领袖来说 它则是一个重要的案例 提醒他们必须恪守法律和道德的界限 并承担起作为公司管理层应有的责任 而这一起案件不仅仅关乎一个家族或一家企业 它触及了商业实践的透明度和诚信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维持市场的健康运作至关重要 法庭的最终裁决 无疑将成为未来商业和法律领域的重要参考 当然纽约州对川普的起诉 对于那些希望彻底终结川普狂妄和谎言的美国人而言 这算是伟大的一天 这个案子是纽约州检察部门经过长达三年对川普进行的调查后才做出的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与资料可供呈堂审判 詹姆斯之动作无异于撸虎须 当然作为一位亿万富翁的前总统 川普现在不能再享有特权 检察官对他给予普通罪犯的同等待遇 詹姆斯已命令他出庭 否则就面临200多项金融欺诈指控和罚款的违约裁判 按照诉状 被告涉嫌在起草川普财务状况联斗报告时 进行多起欺诈和提供虚假信息 涉案时间至少从2011年到2021年 这种欺诈和提供虚假信息行为 极大提升了川普的个人资本 从种种行为显示 现在美国人都应该清楚川普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伪善者 他的唯一目标是在政治与经济上获得利益 他惯常通过指责民主党的政治迫害 和给非裔检察总长詹姆斯贴上 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来转移话题 他在自创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 指责詹姆斯只是因为要在竞选总检察长时 提升糟糕的支持率而调查他 对他发起政治迫害 而他与儿子身为公司领导高层 却知情不报或选择性失明的行为 不仅严重违反了企业治理的基本原则 也对那些依赖这些财务报表 作为决策基础的投资者和代方造成了损害 倘若法庭最终裁定川普组织有欺诈行为 这不仅仅是对川普组织的惩戒 更是对整个商业社会的一种警视野